有一天 一只黄元果罗妈妈 钻进了儿类幼虫虫包里面 难道 它是来串门子的吗 对于林赤木幼虫来说 它自然是不安好心而来 然而 古罗妈妈这清门踏户的行为 是有目的的 它会带着林赤木幼虫活体 回到一个秘密的巢穴当中 放进去 并用尽心力 显回自然建材 泥土 植物纤维 在加水缴获成为丰田洞口的素材 它要做什么呢 趁它忙着丰田洞口的时候 让我为您说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诗经小牙小碗篇》 ivamente 心灵游子 果罗复之 教诲儿子 事故四肢 大意就是说 有一只果罗带了鹅的幼虫回家 寻寻善幼 好声教导 未来当鹅的幼虫长大之后 就能变成一只贵气的果罗 荒原果罗 从名字就很有学问的昆虫 在野外乍荐时 有时还会误以为它是蜜蜂 其实说它是蜂也没有错 它是狐蜂科的昆虫 与蜜蜂都属于魔赤木 都是有着透明的漂亮翅膀 虽然 诗经所说的这番用心教养娘子 也能传承一波的论调 早就被后来的古人推翻了 但我们不得不赞叹 在那些老百姓为三餐劳心劳力 官员们为升官费尽心机 以及兵将们征战争权夺利的遥远年代 居然还有人拥有自然观察的行情意志 他耐心观察果罗 抓回明灵之子 直到巢穴打开 飞出另一只果罗的奇妙生态过程 古罗妈妈将灵赤木幼虫带回育儿巢穴 仔细布置妥当 并且耐心地封住了洞口 希望虫暖孵化出幼虫之后 可以吃着母亲预备好的食物长大 经过勇气 羽化成成虫 咬破霓虫 展开属于她的一生 这过程 难免会有天敌出现 您发现了吗 竹筒外面有一只清风 鬼鬼祟祟的张望着 虽然外表亮丽 但是对独立抚养幼儿的 还原果罗而言 那是具威胁性的敌人 清风是寄生性昆虫 它会将卵 产在果罗的育儿巢穴 一旦得逞之后 未来从巢穴中飞出来的 就会是一只清风 还好 古代的人没有看见这一段 否则 世纪的内容 不知将会如何记载 除了寄生性昆虫寄予之外 大自然还存在着许多虎视眈眈的天敌 例如这只帕木蜥蜴 从灵蜘蛛的角度 果罗是天敌 从果罗的生命历程 帕木蜥蜴 与清风都是杀手 这就是大自然的食物链 因为拥有自然的生命循环 自然生态 才能深深复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